上一期赵轩为实现对女友的承诺直击内主之位 在内主之争中却未能扭转乾坤 遗憾落败 今晚你不知道的江西第二季 第六场烽火重燃 在这场群球竹战中 老村长霸气降临 傲适全场 我觉得这个地方 不是需要烟气的前菜 还是需要有准备谁拿出来 村长实力遭遇最强质疑 我也就给你买好了回家的车票 准时上车 还是你自己用吧 见乎清出 出币见虚 是说的什么喇叭溜溜吧 今晚不仅仅是一场答题的较量 更是一场名门之间的实力角逐 我会让你感受到家族的力量 让你知道名门之后是不好惹的哟 豪言壮志 天道酬勤 苦练七十二变 校队八十一难 让我们共同见证 这冰火两重天的荣耀时刻 有请节目主持人刘一伟 郭凯 江西全视角脑力大PK 欢迎各位收看由将禄领导品牌 黄上皇独家冠名播出的 你不知道的江西 黄上皇爱分享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有一个人叫做张哲 他已经连续两期成为了雷主 如果他三次雷主成功 那么他将获得品牌汽车的两年使用权 看看你们能不能将他跳落马下 好 游戏规则各位都非常清楚 有请今天的挑战者登场 好 游戏规则准备 我们请刘先生说一下自我介绍 江西的父老小姐们你们好 好 我叫刘凤森 我是一名村区长 哦 是村干部 对 领导人 大家 你不要小看我这个村长 我是整天在这个大喇叭上 给村民唱歌 哦 村长不干别的 就干这个呀 我身兼素职 啊 还干嘛呢 你看我管家的 我计划生育 啊 我管生产 管发展 啊 管广告 还有广告你们呢 有 你还好朋友说 呃 啊 这个黄上黄的产品很好 村民们 如果有需要的话 呃 就到村长家去买 你是给你自己打广告 然后你赚广告费 哪有这么当村长的 村长是管最大的 哦 是吗 他上管天文地理 下管家房卧席 外管吩咐厂子里 立管打架茶杯 上面调调系统 下面都是整 他在看我呢 我这次来 一个是挑战 嗯 一个是学习 嗯 这 这碰见市长呢 见得这么好 我给他提一提 好 可以握握手 那你有明线吗 村长今天是来考察的 啊 我的电话是1380 哎呦 喂 我的电话是1380 2450 对不起 干嘛是8 好 好 观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哈 各地的村长都可以来考察 其实 今天到我们这儿来啊 我们就要看看 您能不能够挑战 你不知道的江西 看看你对我们江西了解多少 好 现在呢 由你来选择一下 我们场上有六位应战者 您到底要选择哪一位 作为你第一个对手 每个人的表现话都同样 很可爱啊 我想象中 一向那个博士 就太一样了 这博士像卡通人 你就不能够换一个频率吗 他停不下来 他可能是紧张不下来 他可能是紧张不下来 这个博士吧 我就先不选了 他这个知识太渊博了 头发也有那么多 我选了这一位 人气天后 对 他人气 他是唱歌的吧 他粉丝多吧 我粉丝也很多 我每天唱歌的时候 都一万多人也听众 请人气天后 做一下自我介绍 你到底是哪来的天后 有多少人气 大家好 我叫陆瑶 来自南昌 我唱歌呢 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工作的原因啊 我也有很多的粉丝 不能说明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是一名铁路售票员 铁路售票员 对 为什么说我粉丝特别多啊 因为每天啊 成千上万的 从五湖四海来的朋友们 都排长队 就为了和我说一句话 还有票不 所以我的粉丝特别多 我以为跟你说一句话 能便宜点不 这就便宜不了 他这样一说 感觉像是票贩子 我是被问还有票不 票贩子问 你需要票不 对 你就把所有的 买票的人 都当做你的粉丝 对 所以你的人气很旺 还行吧 天天都厚在那 可不是天厚吗 其实呢 我除了售票之外 我在铁路上 也画一些小漫画 关于铁路出行方面的 你在铁路上画漫画 你画铁路上 没有 在业余的时候 给大家出行的旅客们 画漫画 那你的漫画有名字吗 有呀 像这个系列呢 叫潘冬子 红色旅游 出行季 对 为什么作画这些漫画呢 就有一次啊 我参加工作以来 有一个大爷 他买票 但是呢 他把身份证放上去 又取了 他不知道怎么把票拿出来 又走了 后面的旅客把他票拿走了 照着他出行的困难 所以我想画出一系列漫画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文字的话 还不错 大部分人是不会去认真看的 但是图画的话 好看吗 大家就会认真仔细地去看一下了 卖票啊 每天接触那么多人 根本闲不下来 他还在业余时间给大家画漫画 真不错 要画那么多东西呢 一定要有很丰富的知识 知识有了 但是阅历怎么样 这边有一位大叔 好 大叔和小妹妹 到底你们俩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 谁能够获胜 我们先有请村长上位 好 比赛之前 两位有什么话讲 我已经给你买好了 回家的车票 准时上车 车票不用你买了 因为我拿的匠品 非常非常多 我知道你的车 不要带那么多东西 还是你自己用 我很好 好 两位 准备 南昌公交票价新规中 成人刷卡 享受几则优惠 A7则B7.5则 这个我来的时候 我在这个出租车司机 告诉我了 说我没这个公交啊 非常的便宜 所以说他们那国啊 就是不好干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气质 请问江西的哪个品牌的鸡 被认为是中国最宝贵的 矮小型基因库 A 泰河无鸡 B 丛人麻鸡 这个我知道 我爱吃丛人麻鸡 小学课本《吃水不忘挖井人》 讲的是哪一位领导人 在瑞金为人民挖井的故事 当时在瑞金的一个镇 很缺水 毛主席看了以后 然后就号召我们战士 一块挖了一个井 后来呢 时间快到了 最每位纪念 那就是 挖井人 是毛泽东 江西富名的表演艺术家 许桓山出演的电影《寒夜》 改编自哪一位作家的红迷小说 寒夜 我好像看过 是 巴金 请看视频 你不知道的江西 你不知道的物园 这里是江湾景区的古吹堂 我是这里的主持人 我在这边主持工作 已经有两年了 您现在看到的 这身后呢 就是我们物园特有的舞蹈 它呢 被称为中国舞蹈的活化石 它的作用呢 主要用于起伏浪灾 驱温碧 您知道这是什么舞蹈吗 请回答这是什么舞蹈 这个是 一个当地人 一个那 是 那 诺武 请看视频 你不知道的江西 你不知道的平山 这里就是我家旁边 号称天下第一栋的 涅楼栋 这里都暖夏凉 我从小呢 就特别喜欢在这里玩 而且我成为了这里的一名 导游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地看它了 特别是 动力的 冻天极光 也就是我身后的 冻天飞步 它呢 高九米 框七米 非常正好 那你知道 这么漂亮的涅龙洞 它是什么地貌吗 请回答这是什么地貌 看到这样的介绍 我就想起了我高中地理老师 这是科斯特地貌 江西境内的四条铁路主干线 分别是浙干线 碗干线 樱下线 以及什么线 这个我知道 这个线 和我们家里的线 是连在一块的 是经久线 如山大天池三角 指的是龙手牙之险 林须阁之云和什么 丹大天池三角 三大天池三角 仙人洞 肯定是什么什么 之什么 仙人洞之妙之傲 之奇之船 时间到 非常抱歉 谢谢 那我们还是得请 来自庐山的主持人 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我诚挚地邀请 我们这一位列车售票员美女 下次到咱们庐山去玩一玩 谢谢 您就会知道 庐山它这三个 是属于大天池 然后它这个后面 是叫文书台之佛光 哦 佛光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物理现象 就你往哪儿一站啊 能够在那个光影里面 看到你个人的身影 在云海当中称为佛光 好 姑娘 临走之前有什么话讲 我的车票很遗憾 没有送出去 在场的选手们加油 我让我们叔叔坐到 回家的列车 再见咯 小姑娘 好 很可惜 看看我们的人气天后 背后的奖品是什么 多多的瘦江西 当然了 他虽然离去了 也会获得一份 由黄上皇提供的 价值2688元的 黄上皇大礼包 谢谢 接下来呢 要请我们的村长 选择第二个对手 我刚刚知道这个 天武叔有72遍 他属猴的 他属猴的 他有这个没力吗 我选他吧 选他 那我72遍 你是属猴的吗 做一下自我介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雨赫 我是一名演员 我可以在各国女生 以及各种女生中 随意切换 你就说白一点 就是你能够扮演 各国的女孩 不就完了吗 是的 那给我们证明一下呗 可以 但我可能需要一个搭档 你是要找一个 能跟你演男朋友 角色 还是演 对 需要一个角色 跟我演男朋友 演男朋友 那只有他咯 你要找演爸爸的 要找演爷爷的 对对对 非要画了两倍儿去 各国女生看见帅哥的 不同表现 美国女生的话 可能会相对开放一点 Hey boy Hey girl Hey girl This is my number Amazing You can call me anytime Wow ok ok 按照这个推理呢 一个美国女孩 一天要送出去 八十多个电话号码 泰国的 演得不错 但是你演得再好 也没什么用 关键还要看你的 对我们江西的了解 好 我们请村长再次上位 两位 比赛之前有何话讲 村长 听您唱歌这么好听 相信我还等着您回去唱歌呢 看你这个戏压力很高 我觉得这个地方 不是需要演戏的天台 而是需要有整美食拿出来 我感觉到你还是回去唱歌去吧 一个让他回去唱戏 一个让他回去演戏 反而你们俩好像 都不适合在这待着 现在总有一个人离开 总有一个人暂时留下 两位答题开始 世界第二高的南昌之星摩天轮 设有多少个太空舱 A 50个 B 60个 B 60个 锦德镇是以宋代 哪位皇帝的年号命名的 A 宋徽宗 B 宋真宗 这个我知道 我朋友送过我的陶瓷 宋真宗 江西四古有江西四大古镇的说法 请说出任意三个古镇的名字 有景德镇 有张树镇 有河口镇 江西四古有江西五大河的说法 请说出任意三个的名称 这个 这个 干江 呃 大河 天堂一江 啊 长江黄河 这个 这个专门我上那个干江 看来对地理不是很熟悉 对啊 回去要恶补地理了 好 翻译一下 对 可能听完也不到 湾江 浮河 摇河 游河 游河 修河 湾水都是到柏阳湖去 有一支水是到香港去 叫330水 其他所有的水 江西的水是往白流的 哇 学会长姿势了 非常遗憾 零九之前有何话讲 苦练72变 校队81难 哈哈 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死的好看一点 我能比个姿势掉下去吗 你要不要拿个大顶倒着掉更好 哈哈 嗯 让爆破语达的更猛一些吧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就这个词啊 你不换了吗 真的 好 好 真的想一个呢 好 看看72边后面有什么样的奖品 好 听过笔记本电脑 好了村长 这个电脑和豆浆机 佔存在您的名下 你如果过了三关挑战三个人成功 就可以带走这些奖品了 第三位你要选谁 哎呀还真不错 他每回都能够编一个姿势你看 每次都有新姿势 我觉得他才是那个72边 我这样吧 哎 你小鲜肉干嘛一直在咬死 他开发了 我就乘生追击 我就选你 好 小伙子 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蔡廷坤 来自江西九江勇修 今年20岁 参演了一个现在正在上映的 《谁的青春不迷茫》的电影 你演了电影 谁啊 我演一个男四李涛的小跟班 你是男四的跟班 还是你是男四 我是男四的跟班男五 作为一个演员 像你这么年轻 没关系 对 从最小的角色演起 只要你演技够好 只要你新鲜够好 总有一天会发光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来 有请村长 两位现在可以说两句话 文能提笔画鞍山 武能上马定乾坤 我是蔡廷坤 这场比赛有我定乾坤 好 来 准备对决 答题开始 答题开始 南昌的杨明露 是以哪一位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的 这个历史人物 是明末清初的王守仁 南昌的渊明露 是以哪一位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的 这太简单了 陶渊明 干D 是江西哪一个城市的车牌号 D 干L 是江西哪一个城市的车牌号 干L L 像一个钩子 我猜是樱坛 对不对 南昌乘坐高铁去周边哪一个省会城市 用的时间最少 长沙 北起北京西站的某条铁路 唯一经过的省会城市是南昌 请问这条铁路叫什么 北京开过来的 我猜是金九铁路 作为江西著名的客产 黄上皇的鸭五件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请说出鸭五件中的任意三件 鸭子上的五件很简单 有鸭头 鸭脖 你不用自己 鸭脖 鸭脖 2016年江西将纪念三位同样去世四百年的作家 他们分别是汤贤祖沙尔比亚和谁 也是外国人 我不知道 哎呀 小伙子 这个是跟你的职业相关的 你知道唐吉柯德这部书吗 赛万提斯 你看看这全能博士集 西班牙 西班牙作家赛万提斯 对了 没错 这三位作家呢 是同时代的作家 前两位都是戏剧作家 后面那位呢 主要以写小说为主 很遗憾 你输在了唐吉柯德那儿 临走之前你还可以说点什么 因为我正青春 然后我还年轻 这样还是老的了 但是 哇 什么恋气八糟的 再见 看下我们的追梦少年后面的奖品是 好 苹果iPhone6 Plus手机 恭喜你 好 村长 现在你可以做出一个选择 要么你就带上这三件奖品 回村里继续唱歌 要么您就继续挑战 但是一旦被人击败 你就颗粒无收 我觉得这奖奖品到我自己也不够发的 你可以批发着黄上皇回去卖啊 我想再挑战挑战 再一个说法 前面那三位太年轻了 不是一个档次 好 现在你来选择跟谁挑战 这个不能碰 我这样 干派开心我 比比刺激刺激 我刚才都有点不刺激了 谢谢 好 请回下自我介绍 不法天保 人杰地灵 我是南昌相声演员小小桂林 那老师 您是南昌相声演员 对对对 为什么起名叫桂林啊 那是广西那是 我爸爸叫小桂林 你接着他的名字传下来 就跟那个六小林童六林童 小小桂林 那您既然是相声演员 你得给我们来个段子 让我们开心开心 对 这样大家喜欢 我就来一段 好不好 好 好 多些的时候啊 都要靠改革开放 改革以后 各方面都做得消得好 我以前不久 那我下方个县城里 除了一种你高兴 你高兴一万公里也有啊 大家都在想 找县城的县材 县城啊 县材啊 不成民众话 不要叫我的县材 我们来个县城里 幸运县材 何必幸运县材的 现在晚上 第一点一十二点钟 提两个县材 通过这个县材 就是幸运县材 再到县材外的县材 同时把高兴用户齐材 工作人员 跟县材齐材 全部夹到县材 一到那里 那个县材站在路上 马上台路上开了 咔 把我拿起来 县材跟着县材 给你县材十几个 但是我违反了高兴规则 来吧吧 师傅 不但什么 违反高兴规则 我建议是 幸运县材材 再到县材外的县材 哎哟 哎哟 我这世纪好高兴 提醒你更新采访 师傅 那是幸运县材材 再到县材外的 我们想问一下呢 你首先打算买些的 哎呀呀 这个世纪啊 新高来的都忘记了一下 哎哟哟哟 再到县材外的 我首先你买的 五沙卡士之舟 哈哈哈哈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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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的是一个警察 和一个什么的故事 刘老师不错 你听懂了警察 这个部分 我听懂了 我听懂了工作人员 立交桥听懂了吗 没有听懂 还有宝马 还有司机 哎您平时这些段子的素材 都是来源于哪呢 我们都是以 生活为主 这个段子就是您的亲身经历是吧 哈哈哈哈 她那次呢 碰到这事呢 是开着车 到那被警察给拦下来了 啊 警察一看她认识 就说放她走吧 但是呢 比较堵作的慢 她妈妈在车旁边 就跟警察说了 对啊 我就跟她说 开车不能太快 你喝那么多酒 开那么快干嘛呀 哈哈哈 对对对 人家为了采风 嗯 了解整个江西的风土人情 要编很多的故事 这也真的是肚子里面有祸 对 村长你要跟她比 怎么比啊 你相声说的好 我很尊重你 你哥也相声很好 对 但是今天是答题 答题再见 好 两位智慧取胜准备答题 请说出任意三个 于江西接壤的省份名称 呃 折江 福建 广东 请说出任意三座南昌的 跨江大桥的名称 八一大桥 南昌大桥 朝阳大桥 试评题 你不知道江西 你不知道的物园 身后是中国最原村庄 拘禁村 我特地从四川趴过来看它 就是为拍张照片 你看里边的建筑 以码头墙 小青瓦为特色 那你知道拘禁村的 那个建筑风格是什么 请回答 这个我知道 因为我们那儿 现在也引进这个建筑 是 徽派建筑 试评题 请看试评 你不知道的江西 你不知道的景德镇 古代景德镇的瓷器 远消海外 而瓷器的原材料 高岭土 就产自我身后的这个山洞 你知道高岭是山峰的名字 还是村落的名字 高岭是山峰的名字 还是村落的名字 请回答 村落的名字 南昌市首条城市高架快速道路 叫什么名字 城市高架快速道路 叫什么 城市高架橋 不是 那个 完成高架 完成高架 这个很难 九州高架 去机场是要走那个九州高架吗 我走了 你走了走了都不记得 你因为高架是什么道 那在离开之前啊 我们还是想再聆听一下你响亮的歌喉 再给我们唱一段呗 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传统啊 一般会唱歌的人是唱着唱着掉下去 哈哈哈 按那个太美了 就是因为这个江西有很多的红色庭居地 嗯 全国人民都喜欢唱这个红歌 红歌 我再唱一首这个应山红 好 来 我就讲给大家 明天咚答个节奏 能打节奏吗 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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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套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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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套昨日객 rank Wheat on Me 准备 吊 好 我们再看看小姓 除了刚才得到的 三件奖品之外 您那边开出来 是什么样的奖品 双开门冰箱 恭喜 来 有请小姓 欢迎您上位 我们的游戏规则呢 要连续战胜三位对手 才可以选择继续还是离开 选择哪一位 一位博士 一个名门之后 都是实力非凡 选择这位呼叫吧 好 来 我们认识一下 这位汤小姐名门之后 大家好 我叫汤小瑜 来自江西福州 那您是迷门之后 应该就是汤贤祖先生的后人 是的 我是汤贤祖第十五代嫡系四孙 你们是不是传承下来 都有很多文学方面的修养 作为汤贤祖的后人 我肯定是对他的文学戏剧创作 很了解的 但我个人不是很感兴趣 不感兴趣 这也挺有可原 干嘛说人家父亲是干这行 他干这行 好 两位 谁会离开马上揭晓 南昌赶江游轮被秘密为什么号 叫 南昌赶江游轮是北京的高速动车主被秘密为什么号 我曾经花学本作过呀 江西旅游号 东东宇在江西围观时曾经写下了爱莲说 请问他在文中将莲花称颂为什么 称为君子 一寸光阴一寸金是藤朝的一位上寮级诗人为白露洞书院写下的诗句 请问这位诗人是哪一位 可以改成下一句是什么吗 贝贝诗找找感觉 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 寸光阴一寸金难买 从见到 非常遗憾 没想到汤门后人书在诗上 这没关系 祖上是祖上的事 自己是自己的事 这没法一概而论 这个诗人叫王军婆 王军 真白 广东人 王军白 真结的真白色的白 对 幸亏我知道这啥字 不然我没法翻译 刘老师我想知道 他那个诗是怎么回事 整个诗就这一句是全国流传 但是我真希望大家回家查一查 其他几句很多人都不知道 姑娘 您下回来 把这事备完了再来 好不好 好 小汤 谢谢您的参与 再见 本节目由项目领导品牌 黄上皇不再过敏播出 黄上皇爱分享 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指红浆浆浆 景田百岁山特约播出 黄金珠宝行业指定产品老凤翔 除电行业指定产品帅风电器 特约暂度播出 我们看看您们之后留下来什么样的奖品 扫地机器人 你这个名字特别唬人 一看全能博士 每个人都照道而行 现在小仙绕也绕不过去了 来认识一下全能博士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杜真 现在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一名药物设计方向的博士 说我全能呢 是因为我除了做实验 写论文 卖门之外呢 我还比较擅长云诗 特别是对于关于江西的诗词 卦西诗 待会儿 待会儿 咱读诗先别着急 我们先了解一下您 你卖门 卖门 卖什么门 防盗门还是 不是 是这样子感觉门门的 卖门 我说你是卖门的 我觉得真的她卖琴萌来 好多女孩子都受不了 我们那边那些女主持人 都被她给蒙到了 有没有 没有 我是想刘老师快点摁她下去吧 你说对江西的诗歌都很清楚是吗 考一下 好 那我们给你考一个 好 书氏 书氏 好 应该是提心灵壁 横看陈领侧陈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如山真面目 只识身之 指缘是在此山中 好 再考一个一个 赵子龙写的 赵子龙 赵子龙他是河北人 他有关江西的诗啊 那苏东坡还是四川人 但是我觉得赵子龙他没有来过 你不能说赵子龙没来过 是赵子龙没写过 好 那您是作为最后一位选手 和小仙对决 你是占便宜 你只要赢了他 你只赢一个人 所有东西都归你了 对 省事儿 来 我们有请小仙上位 比赛之前来两句 我也比较喜欢看狭小说嘛 好 这个就像两个夹克在比试嘛 我比较喜欢的一句话呢 就是叫 见不清楚 初必见学 好 那今天我们提供对手将以良才 但是你学问比我大 但是你经验不一定有我 希望我们奉献一场 攀唱名尼的达体对决 好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万达集团在南昌投资建成的 中国最大的文化旅游项目是 万达文化旅游城 好 2016年3月25日 Big Band在南昌举办的演唱会 轰动全城 那么请问这个演唱会 是在哪个场馆进行的 这个一般应该是在大型的体育场 举办的南昌最有名的就是 南昌国际体育中心 图宗是1959年 国庆十周年时的人民广场 请问人民广场现在叫什么 八一广场 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张老照片 那么请问图宗的建筑是 应该是水火祭祭坐镇江城的神经塔 然后附近的 包泽东诗句 秋收时节目云愁霹雳霹一声暴动 请问他形容的是哪一次历史事件 秋收喜 好 陈毅的诗句 此去全台招就部 旌旗十万斩炎罗出自他的哪一首诗 前两句是断头今日亦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出自美领三张 好 南昌画中打平火是什么意思 用我们现代话说就做AA字 所以你要拔鞋的 平香画中游贼婆指的是什么 老婆婆吗 老婆 老婆 继续猜游贼婆 要放弃了吗 博士 这事博士也没办法 我猜一下 游贼婆是不是什么 蟑螂什么的 请平香的主持人来揭晓一下 还是这个刘老师知识更渊博 上通天文下小地理 中间还了解老百姓的俗语 这句话在平香讲确实是蟑螂 我们男的的话叫他脖子 也叫他鸡子 他鸡子 您是研究药的 刚才我说要研究农药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了 对 我今天还有一个目的 我是带着我父亲的主持人过来的 我的父亲他是在江西插队落户的知青 他的十年的青春时光 都是在江西吉安辖江度过的 上海知青 那伯母是吉安人吗 伯母不是 你也叫伯母 对对对对 我反应过来 我妈妈 我妈妈 她是在上海郊区插队的 江西对我爸爸来说 应该是她的第二故乡 而且她也经常跟我说 江西人民 非常友好 非常淳朴 善良 当时帮助了她很多 她说她的那个青春 她的汗水 都是波散在江西这片土地上 是啊 你看 您父亲把青春留在了江西 把汗水洒在了江西 把一厢热忱也留在了江西 哎 留住了她的心 就没留住她的人 还是回上海娶了你妈妈 非常遗憾 那就得走了 我觉得呢 今天的这场对决呢 就证明了一句话 只胜得来 终觉浅觉之词 是要攻行 我要了解江西呢 光靠读书是不行的 对 还是要到江西的各处 多去走走多看看 好 好 好 我们希望青春大人 能够到她曾经插入的地方 去走一走看一看 看看现在吉安的变化 好 非常感谢您 再见 好 谢谢 恭喜小小慕名 能获周冠军的桂冠 此时 她将拥有一次选择权 她可以带着奖品离开 或者挑战累主张泽 若失败 就失去一半奖品 一旦获胜 就将获得豪华大奖 并成为新科累组 现在免得累主张泽 她会做何选择呢 那你的决定是 这个财务 不要放这些 我们到这来 因为我是南昌人 我是江西人 要被南昌人争光 一阵躺下去 好 有请雷主张哲 张哲 又见面了 张哲 今天这位不一样 59岁高龄 走遍江西各个地方 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 所以对江西的过去 现在将来都颇有了解 是 所以今天 也有点困难 从我踏上这个舞台的那一天起 我记得我就说过一句话 我是要来秒杀全场的 我是要来征服 你不知道江西这个舞台的 我来了 我就没有想要轻易地离开 我上期看过你的节目 相当不错 但是我在江西站南昌活了58年 我是江西省南昌市贵林社掌门 这个把掌门不是一般浪的虚名 南昌很有名的一个名人 天昌小弟办地下全吃 所以小伙说 说话别说这么大 我们再打几张见 好 两位 黄上皇 你不知道江西雷组之战 现在开始 江西哪座城市 因其独有的月亮文化 回答正确 张哲一分 下一题 情不知所以 古丹条 年轻人嘴快 2比0 下一题 江西地级失踪于广东 看着 张哲快 赣州答对 3比0 好 下一题 2016年春晚中 南昌籍演员刘涛 收起 我快 收起 请看回放 南昌籍演员刘涛 收起 张哲快 4比0 好 下一题 江西省单独 2比1 我快 5比0 下一题 江西唯一一支 职业足球队 江西连胜 小先生快 小先生快 5比1 下一题 中国历史上 哪一朝代的江西 其宰相 我先 这个看一下回放 历史上 哪一朝代的江西 小先生快 5比2 下一题 凤兴越王山 传为岳王过心 长胆出场 攻击 张哲答对 6比2 下一题 江西哪种鱼类 是全省 看一下回放 江西哪种鱼类 是全省 张哲要快 张哲已经获得赛点 7比2 再答对一题 即可胜出 下一题 赶州旅游形象宣传 都歌迷 幸福赶州 YES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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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8比2 恭喜张哲 天哪 张哲第三次手累成功了 我这事吧 小先生 真没年轻人嘴巴 对对对 对 同样 不好意思 老天 好 小先生 有6样商品 哪三个数 后面的商品你不要 246 246后面是什么呢 豆浆机不要 豆浆机去掉了 双开门冰箱去掉了 苹果手机去掉了 剩下就是扫地机器人 单反相机 以及苹果电脑 恭喜小小过敏老师 再次感谢小小过敏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的参与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好 再次恭喜张哲 祝贺你获得了品牌汽车的 两年使用权 希望你开的这辆车 能够走遍我们江西 所有的地方 我最终起的目的是要成为 你不知道江西的最终王者 下一个成功引起我注意的人 你在哪里 好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人 来到我们的舞台 挑战这位冠军 感谢您的收看 黄上皇独家冠名播出的 你不知道江西 今天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期待您的光临 再见 再见 不一定之八百年 后一定复之八百年 上之天文地底下之鸡毛蒜皮的可言语 江湖人称 个头不高不要紧 相信爱拼才会赢 不要看我年纪小 壮的知识可不少 咱俩搭机场上见分交 我要代表月亮 消灭你 你科学神童 你告诉我 这姐姐大概多少年纪 这科学是看不出来的 刘老师不太这样的 再厉害的科学家 都猜不出来女人的年龄 我们刚才其实有附加微信 所以的话 待会可以好好的聊一下 刘老师你白草